搜索了一个taco店 Taco Maya 很有意思 这家taco店全是印度人 帮大家尝一下印度人做的taco 拿着酱在这里 然后边吃边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情况 今天的话一早起来 买了面包吃了早餐 每去那一家中餐 因为想试一下巴黎贝田面包 然后接着就去Field Museum 去拍我们今天上午的那一部分 实验室的那一场戏 过去的过程中就看到了 其实早上起来通过我窗 就看到了赛车 然后反正下去的话就是看不见车 听到声音呼啸而过 呼啸而过那种赛车的声音 然后到了博物馆 博物馆我记得我不知道 我去年 我当年来第一次来芝加哥的时候 好像是去了那个新的 一个现代的一个博物馆 就这个Field Museum就没有去 那个好像我记得我没有花钱 我好像去的是免费的 那今天就上去那上面的他们的博士生的研究室 去拍那段戏 然后有一个我的同事 演我的同事的演员也很棒 就是大家相互就 挺好的 就演的挺好 就是相互都是 懂得表演吧 所以他这种就是 他能给到我真实的一些感受和反应 然后相互都挺好的 然后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啊我自己个人哈 就是随着就是我的学习 然后演出包括体会 呃之后呢到现在来说 我就比较松弛比较放松了 然后然后前期做的准备也比较多 所以的话戏就会自然而然的 就会演的比较自在和比较好 啊不会太像以前一样 就是一个是功课做的不足 然后啊也不够松弛 紧紧的紧巴巴的就是很拘束啊 那种没有就是放飞放开来演 这两方面原因嘛 第一个就是你做的功课 你要做功课 你对这个人物 你对他的背景 你对这个剧本 所有东西都准备足了的话 你就很有信心 对吧 很有信心之后 你就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然后你也就呃 演起来就会更加自在一点 自在的同时你就可以发挥 发挥的话你就会更生动 反过来你弄做的越好 你别人也会对你有一些就是 就是刮目相看也好 或者说是为你的付出 为你的精彩的这种自然的 优秀的就是正常良好的这种演出 也会呃会有一些正面的回馈 就他也会夸你啊 或者说是就从不一定夸你 你也能从他的那种目光里面 表情里面独到就是说 哎他觉得哦不错 很开心为你我们一起工作 就这种相互的这种 就能量的这种循环 那就会导致你 会会令到你越演越自在 越来越就是啊顺利吧 然后那个实验室的戏完了之后 就去那个呃还是回到那个 我的apartment演我就是啊 接下来那些戏也都还不错 就是中天说都还挺顺利的 也感觉还比较满意 然后明天的戏的话 基本上就在当趟的街上的一些戏 在公交车站啊 在街上走的一些戏 然后在下午再回到那个公寓 再拍最后一点 应该整个公寓的就拍完了 应该 然后剩下就是办公室啊 实验室跟呃这个博士导师的 这个一些戏了 大概就说到这吧 明天更顺利 希望是这样 给大家来尝一下 这个taco 回来有点久 不热了 有一个是我自己点的 是叫做ground beef 然后另外也是那个点菜的那个 人帮我推荐的 看得见吗 很鲜 不是很香 可是哇 咸太咸了 反正还有个原因是 不热了 嗯 不是很好 其实印度菜和墨西哥菜是有些相近的地方 一个是辣 另外的是 嗯 印度人也喜欢吃 这种面饼 但是他的面饼是那个 小麦的面饼 粗面的那种 有带那个小麦的壳的那个面 呃 墨西哥人吃的是玉米面为主 但不一样的是 墨西哥人应该都是以肉为主 印度人的话 有一半都是不吃肉的 尝一下另外一个 因为太咸 所以 这个 呃 柠檬我也不加 还是挤一点柠檬 呵呵 我们家附近那个 呃 墨西哥人的那个taco餐车 还是做的挺好吃 嗯 这个好吃一点 这个有点甜 有点甜的味道 你看我这么大口的吃 大口大口的吃 说明我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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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四个五个才 七八块钱嘛 可是你去那连锁的taco店做什么 Galby Galby 我忘了那个名字 他那个好像也才四五块一个 快的又有三块我忘了 蛮不贵的 一般来说你吃 嗯 三个肯定 饱了 嗯 三个的话如果是三块的话那才九块钱 如果吃那个brito的话那一个都会能吃饱 好有点很大 骨头应该贵一点应该是十块钱多 我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 第一个我吃的那个说咸一点那个是 骨头 大肠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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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像是叫做啦 什么鬼 还似乎有点像是猪肉 就是牛肉 嗯 嗯 它那种甜吃起来感觉有点像 广东的叉烧的那种甜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猪肉 刚才那个第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牛肉的顺肉 做那个汉堡的 但它咸 没有香味 还是不错 嗯 你说饿了吧 太好了 打十分的话我打 七分 六分到七分这样 我不知道热的时候是 你看怎么样 这个辣椒我可以再吃一点 这个还可以 这个辣椒有点辣 嗯 这个辣椒有点辣 明天继续聊 拜拜